Hello,大家好,今天要和大家说说英文词汇 什么是词汇?为什么学习词汇?又要如何学习词汇呢? 词汇和语法是英语的两个最基本元素 词汇使我们能够表达单个项目的含义和感受 而语法则有助于将各个单词连接在一起,以形成正确的句子 当我们拥有足够的词汇量时,我们就能够容易地去表达自己,以及明白别人所表达的 例如,如果你想称赞一个长得好看的人,你对男人使用帅,对女人使用漂亮 除此之外,我们也能够了解我们阅读的内容和提高写作能力 提高自信心 最重要的是,你能够有效地表达你想说的话 这会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你 那,你常用的学习新词的方法是什么呢? 我们又要如何去学习词汇呢? 除了读,我们还需要把字典带在身边 把一些日常的用词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 也可以为自己定下每日学习几个新的词汇等等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 你会在你的脑海中积累大量的生词 当你在不同的场合中时 不同的相关词汇将轻松地拍上用场 所以,马上和Creative Edu一起扩大和建立你的词汇量吧 我们将会为你提供综合书记来提升你的词汇 以及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来让你专心上课哦 然后,我们将会为你提供的词汇量 然后,我们将会为你提供的词汇量 然后,我们将会为你提供的词汇量